在上礼拜 梅根和哈利王子 接受了Upper的访问之后 当然引起了轩然大破 媒体很高兴 做了一整个礼拜的新闻 但这里头其实牵涉到 几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英国的王室 看起来像童话故事 可是那个时代 十七世纪的时候 英国准备走上君主立宪 它让英国的王室 拥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 当你想有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 同时又享有这个国家 因此分配给你一个 相当高的财富的时刻 它所担负的一些责任 包括表率 包括你因此要有一点压抑你个人的痛苦 你的恨 以及你作为一个凡人 必然有一些困扰等等 换句话说 很可能如果直接的说 你会丧失作为一个人 基本的价值 这是一个英国王室所有成员里头 你可以说他必须体认的一些命运 也可以说他必须忍受的命运 例如著名的温莎公爵 当时他放弃了皇位 人们说他不爱江山爱美人 当他成了温莎公爵 爱德华巴士 走下他的王位神坛 他想要活下来 想要经营事业 经营品牌 立刻由于他怎么样走出了王室 仍然拥有王室的光环 最后一一放弃 他们所从事的 想要从事的影视行业 而这一次呢 梅根跟哈利王子 所以引起这么大的一个 轩然风暴 很大的原因 也是来自于 他们和皇室的关系 甚至里头谈到了 他们有没有钱这件事情 都引起了很多很多的讨论 而英国的女王对他来说 他个人其实 他在婚姻里头是痛苦的 但是他知道他叫做英国女王 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 这种感情上的痛苦 远远价值低于他作为英国女王 应该要扮演的角色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经济学人杂志说 那场专访是让人血脉喷张的宫廷恶梦 英国王室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 他不是一般的豪门企业 女王已将事事都有专人打理 还有城堡 马车 军队 满足人们对于童话世界的想象 但任何王室成员必须体认 里头的责任高于一切价值 若不能妥善地将自我与情绪摆放一旁 所谓的王冠就将如重磅枷锁 这可能会有疯狂 但皇家人生都在有些费财 货费富 但英国纳税人每年固定提供 皇室资金1.2亿美元 累积女王身家接近5亿美元 遭已故事秘密 英国公众期待王室成员提供服务 这包括刺激旅游 商业贸易 设计时尚产业收益 而女王的职责是努力让王室成员 满足议会与纳税人的要求 任何人选择离开 第一时间就会切断他们的金元 哈利口中的时间点 正是2020年 他与梅根透过Instagram账号发表声明 退出英国资深王室成员行列 但希望留下头衔及部分皇室权力 诸如为安 然后致力投入经营 萨塞克斯皇家品牌 根据白金汉宫的说法 女王第一时间就拒绝了 鱼与熊掌我都要的可能性 哈梅这对夫妇曾经被视为英国王室望向21世纪的未来象征 一个有色人种女性 美国人 还是女演员 李过昏 在抵达红毯那端的时候 英国年轻世代 漠不欢欣鼓舞 但一场专访 戳破了童话般的假象 CBS号称 吸引超过1710万观众 都在关注英女王如何处理这场家族企业危机 因为早在1936年 英王爱德华八世就曾面临过相同命运 这正是著名不爱江山爱美人 温莎公爵的故事由来 爱德华八世退位后 娶了美国两度离婚的妇女华丽丝 但即使终身远居法国 他在王室以外的一举一动 仍受到严密监控 这就是一位少许的邮件事 从他十年代的邮件事 从十年代的邮件事 1993年 爱德华王子是另一个企图经济独立 却让王室头痛的例子 他成立的制作公司 许多拍摄题材就是王室本身 在2001年 引发了家族内部的恐慌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是镜头直击了他职儿威廉王子的学校生活 这严重违反了王室隐私准则 公司最后被火关闭 而2001年 他的平民妻子苏菲 自己开公司 也惨遭设计录音 大爆皇室内幕 同样得无奈割舍 2014年底 碧翠丝公主在索尼营业担任制片 疑似遭到北韩高层下令骇客入侵 部分王室成员各自遭到泄漏 这也使得皇室成员在外盈利的念头 成为白金汉宫的最大禁忌 尽管这其中 不乏成功案例 像是查尔斯王子的农场 就做得有声有色 但这些冒险 仍旧很难获得王室的公开祝福 没有人知道这场哈梅风暴 究竟是主政还是大戏的序幕而已 但掌舵的英女王正努力进行风行管控 确保百年基业能继续运作下去 那我应该值得注意的是 我刚刚特别提到 虽然九八年现在面临很大的城市风光 来自于美墨边境 但是他的确在他上任的第五十八天 就完成了原来他预定是一百天才完成 让全美国人可以接种一亿剂的新冠疫情的疫苗 而他现在已经达到了这个新冠疫情疫苗一亿剂的目标 目前为止大家对美国未来的经济 首先二月份的零售额比一月下涨3% 但是美国零售业大家认为它春暖花开的日子 随着疫苗的击种即将来临 美国的经济一片明亮 而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对于未来 怎么解决美国的纾困方案里头的资金来源 现在开始有了辩论 有的说法是要课征财富税 那么拜登说对年收入超过40万美元的人加税 而耶伦说是否推行财富税尚未有定论 共和党说不要谈我绝不接受 你们明明让自己左派跟右派自己去辩论 但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整体而言美国的经济可能是全球今年成长最快的经济体 拜登不是喊口号而是个人政绩发表 美国人超有感直说经济春节提早来到 两大执政百日目标 拜登就任不到60天悉数完成 首先是动用美国国防生产法力聘疫苗施打普及化 以替举国一亿人完成新冠疫苗接种 疫苗库存继续累加坏 更开始有余裕向邻国送暖 加拿大与墨西哥每百人接种率9%及4% 远不及美国33% 两国政府与白宫达成协议 接收救济400万只阿斯特杰利康疫苗 容后再还成为国家共享疫苗的全球首例 其次是拜登已向全美发薪1亿美金 已有9000万人 在他签署1.9兆美元纾困案5天后 银行户头入账1400美金 提振全美消费者信心指数2.7% 川普去年任内两度溢注 也才维护增长0.1%和0.7% 英国卫报14号社论 拜登的新冠经济学 美国政府统筹一切 重新分配设备财务 只求统签经济急速复苏 不只在中低收入者口袋放入更多救济现金 也替预额者增加税额减免 延长失业救济 扩大医疗补贴 疫情流行相关支出60亿美金 比美国当年打一场恶战还要昂贵 且已为纾困后下坡经济刺激 大新基础建设备好一旦 酝酿美国28年最大规模税改 目标对准美国企业与负整 翻转川普时代的美国大解税 说到银弹 联准会的银弹还会飞多久 美国金融市场也等到了稳定军心的答案 联准会主席鲍威尔 在结束最新一次联邦公开市场维会政策会议后 直白告诉全美 2023年之前不会升息 无限量化宽松退场时机也尚未来到 FED将继续扮演经济救火队 直到退场讯号无限 如果回头看来看,当时的领域的工程 之前那是非常非常高 非常高 现在我认为非常强的工程 不太高像是在很早前的 领域的领域 但是非常强 所以我说的是 为了成长的迹象 从我们身边的三年之后 很少迹象 是 going to take some time the strong bulk of the committee is not showing a rate increase during this forecast period not yet we've said that we would continue asset purchases at this pace until we see substantial further progress 鲍威尔说清楚讲明白 联准会预期美国2021年 经济成长估值 在疫苗施达普及及政府纾困加持下 将从去年底预测的4.2% 大幅增加至6.5% 但经济温和复苏的步伐 尚未让在疫情中 受创最深的特定产业 恢复元气 全美失业的一千万人 重返就业还需要时间 未来数月 通膨率虽会较疫情严峻期间亮眼 但绝对不达升息标准2% 耐心是等候经济全面复原的要素 联准会将继续守候 直到任务结束